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北京首钢出阵的是李嘉元 对阵8A队的孙明牙 北京首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也是由丁宁带领了几名年轻运动员 一直在场上搏杀 尤其是盛丹丹和李嘉元 在前期的比赛当中 他确实积累了非常多的实战经验 两名小将的成长非常的迅速 打球的节奏整体的节奏非常的快 尤其是落点的变化呀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有优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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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击球的力量并没有那么突出 所以李佳元可以在相处的环节 找着机会进行反攻 李佳元可以在相处 собир囂着 好 啊 加油 加油 快快快快 加油 啊 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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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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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局的阶段呢 李佳元的五位失误还是比较多 由于对方 机球的速度 节奏都比较快 尤其是在前三板 森米扬的发球 确实非常的出色 也是给李佳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第一局 森米扬是11比4 暂时1比0领先 继续成了很大的 继续成了很大的 和我继续成了很大的 解决的偏向 继续成了很大的 故随着一切 人继续成了很大的 架续成了很大的 继续成了很大的 李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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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局比赛当中 李佳元确实应该进行一些 全新的变化 由于孙明杨在前三板的进攻 是非常的凶狠 所以从揭发者团体 李佳元还是要 第一要保证他的命中率 第二要尽可能的提高一些 比赛质量 充分做好一些准备 这一分 擦网 如果不是擦网 李佳元这一分又是直接吃发球 所以对于孙明杨 发的极下选球 李佳元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漂亮 我们看孙明杨反手的盘击 也体现了生交的这种特点 又快又沉 来自行 是 李佳元 来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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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 我们看牧子和森明阳都是反手使用的生交 但是两个人的特点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森明阳的反手生交使用 比较凶狠 爆发力更强 尤其是和防守的关系 非常能够非常迅速的转攻 这也是他反手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 基本功比较好 手感比较好 那么在面对对方弧圈球的时候 可以高质量的进行积极的防守 或者是直接反攻 那么这样的一名就是有他线帘的特别 这也是他得分的主要选择 今天李嘉元的进攻五位失误是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面对对方的打法上 还是没有找到合理的破解的办法 这也让我回想起以前 中国女队在对阵新加坡的时候 那时候是张一鸣对阵王月谷 我们知道王月谷的颗粒打热是非常的出色 那么对张一鸣来说呢 虽然是大满贯 虽然是继续执行非常高潮 其实在面对王月谷的时候 也是会有很多的压力 那么张一鸣采取了什么样的战术 直接就压制对方的正确 我就跟你反交对反交 全台队定点这样去打 所以有时候优秀运动员 在场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要立刻找到一些破解的办法 哪怕是自己要面临很大的风险 要勇于去尝试 加油 李嘉远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今天李嘉元的正反手进攻呢稳定性都比较低 这还是需要在比赛当中尽快地去调整 到了 还是要把落点要打开 李嘉元这款球打的也是比较巧妙 要想办法第一降低对方进攻的威胁 第二呢在落点变化上应该要灵活要果断 这一段球运气球李嘉元散手发力拉球的时候擦网 双方目前打成9比9 我们来看这一轮李嘉元在揭发球上的处理 之前呢孙明杨这个长的极下身球 确实威胁比较高 来看看 这一板球李嘉元就发挥了非常的突破 在相直攻当中呢 积极地去变落点 去调动对方 所以这种球还是要这种战术还是要果断地去执行 漂亮 这样李嘉元是11比9 拿下了第二局双方打成1比1平 双方打成1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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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擦边 孙明杨的进攻打了一个擦边运气球 孙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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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们看到确实真明杨反手升跌的弹击质量非常高 刚才李嘉元的这本拉球的质量也是不太高 出现了半高球 被孙明杨抓住了反攻的机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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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元 那么刚才也是得到了斯迪卡负责人的答复 目前场上两名选手李嘉元和孙明杨使用的球拍都是瑞典斯迪卡这个品牌的 那么斯迪卡也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最大的器材担注商 包括像丁宁 李小霞 都是使用斯迪卡这个品牌的笔板 那么很多业余爱好者也是颗粒这个打法 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用什么样的器材更合适 那么在之前十几二十年的过程当中呢 中国很多的打颗粒胶皮打法的高水平运动员呢 大多数都会选择这个斯迪卡CL啊 这个型号的球拍 包括我们知道的刘国联 也是使用斯迪卡的这个特制的球板 这一局李嘉元一定是要在正散手的进攻团结呢 首先还是要保证稳定性 跳了 我们看到尊敏扬的反手技术非常的突出 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柯粒的这个打法的选手啊 在相处的时候呢 总是害怕这个柯粒胶皮的进攻 甚至防守都是害怕 那么于是在自己进攻的时候 甚至在相处的环节上就喜欢发力 希望短平快的 用几板球的解决战斗 那么对高水平运动员来说 往往在几板球之内呢 想解决对方是比较难的 所以还是要做好打相处战的准备 李嘉元如果说遇到孙明杨 那个反手优势比较明显的时候 那么可以果断的去抓住对方的中 或者是正手这两个落点 去找到对方的漏洞 我们看到也是李嘉元热 在反手发力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因为面对孙明杨热这个 反手生交的回球啊 李嘉元还是希望能够通过高质量的回球 直接来得分 再来得分 再来得分 快速达成交的回球 这一板确实李嘉元在揭发球的感觉 出现了一些变化 反手直接拉了直线 直接压制孙明杨的正手 在后续的比赛当中 李嘉元确实在落点上 变化还要执行的更加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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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后续带台下 他在后续带台上 赞尾 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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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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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孙明杨也是 发球之后主动侧身抢攻 这一晚进攻的主案 主案也是比较高 加油 目前李佳元是8比10落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发球轮 李佳元能不能率先抓住进攻的机会 这一晚孙明杨也是 激发球直接抢攻出现的失误 但是整个这个战术套路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8一队是叫了暂停 我可以做一样感受到记者 他不必要得到这个战术 我必须得到自己的战术 我现在看到没有了 召唤地比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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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地比赞